哈喽,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张新特 非常感谢大家对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节目的支持 本期节目回听已经突破两万 我也将我的独家声音福利送给你们 关于青春,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专属代名词的定义 这次的主题征集 节目组也收到了许多许多朋友们的投稿 大家写出的文字都带着一种魔力 每一封信都能让我们瞬间回到那个属于你的青春 那今天就在这里随机抽取几封信 一起感受一下他的青春故事吧 第一封信 嗨,特特 这里是来自一个普通大学的一个普通毕业学生 在我的大学四年青春里 我觉得我的关键词是学会珍惜 哦,我的大学四年的生活快要结束了 这四年对我来说过得真的很快 也有很多遗憾的事情 嗯,在这四年里我没学会珍惜 但是各种深刻的体会 也让我学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一定要多珍惜 珍惜时光 珍惜青春年华 特特,我会记住你对粉丝说的话 我会努力变优秀 谢谢你陪伴我的这段时光 这是我会一直珍惜的第一件事情 嗯,我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对 有些粉丝不知道我对粉丝说了什么话 就是我对粉丝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变得优秀 因为我不太优秀 所以我希望你们变得优秀 我可以去追你们的脚步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共同进步 而不是我一个人在进步 你们看着我在进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一起进步 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他的关键词是学会珍惜 但是我觉得我想把这个词改成珍惜当下 因为嗯,就是他说很多遗憾的事情 就是在这四年里他没有学会珍惜 但是在我看来 遗憾的事情其实过了 就让它过去了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 很会 很会想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那个新度来 就是为什么就当时没有做好 但其实你再回想 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希望这位朋友 希望他可以就是珍惜当下 不要太去在意已经过去的事情 因为你再去想 它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呃,与其说你去想之前的遗憾的事情 那就,就还不如就是珍惜当下呢 对,所以后面他说 嗯,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多珍惜 珍惜时光,珍惜青春年华 我觉得非常棒,真的很棒 所以,真的青春很短 然后大家珍惜一下青春吧 不要浪费它 第二封信 嗯,我遇到了一个十八岁 闪闪发光的男孩 他叫张兴特 在开始我是被他的声音所吸引 后来忠于他的性格和品质 我一直好奇这个小孩 为什么那么有合理 因为我了解到他是从创作营这个节目 我很感谢这个节目让我认识了他 只要有他的镜头 他都一直在笑 我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但后来我从各种采访中 更加了解这个小孩 我知道他真的脆弱敏感 他害怕有一天粉丝不再喜欢他 我知道他也曾迷茫彷徨 他说有一段时间 他每天都是吃饭睡觉打球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放弃自己 他始终觉得过去的时光是黑历史 但我却觉得那些是成长的寻章 谢谢 嗯 他正处于十八岁这个最热烈炙热的青春时光 他说他在准备自己的新歌 他说想要考上一个大学 他在为了目标而努力 他正在一点一点变得更优秀 我也因为粉这样一颗阳光的小孩要高兴 他曾说自己不够优秀 希望自己的粉丝更可以优秀 然后来追粉丝们的脚步 可是作为粉丝之一的我 青春关键词却是普通 我的十八岁很漫长 也离我很遥远了 我出生在普通收入的家庭 有着普通的长相和性格 在普通的班级有普通的成绩 高考时我以普通的成绩进了一所普通的高校 我很像海面上的鼓舟 随风怎么吹 但是始终没有目的地 但是有一天 我看到了节目上的他 我的生活似乎有了一些改变 我第一次学会了投票 第一次进入超话 第一次知道抢前排 第一次写小作文 第一次学着剪视频 第一次学着有直播平台里 等他出现 第一次有了想要变优秀的想法 不仅仅是因为掌心特 也是因为我的父母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 让我爱的人感受到悲哀 哎呀 我有点感动 哎呦 想哭 哎呦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想说 不要觉得自己是普通的人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是个普通的人呢 每一个人生来 他都是特别的 因为 在我看来 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掌心特 因为我就是我 我在我看来 我就不是普通的那一个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普通 所以我想说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普通的 普通的家庭又怎样 普通的长相又怎么样 那就是你啊 不会有第二个你出现了 我想说很谢谢你喜欢我 然后 我的确其实是不够优秀 因为 我 我之前就是那种 叛逆的小孩 但是 后来 也是因为这个节目 让我改变了很多 我也很感谢创造音 让你们看到了我 然后从而从我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让我 更加感谢创造音 更加没有 后悔来到创造音 就是 如果说要是 我来到这个节目 让一些人发生改变的话 我觉得 这个节目 选一万次 我都不会拒绝的 就真的都很有意义 然后 看到你说 第一次学会投票 第一次进入超话 第一次知道抢前排 第一次写小作文 第一次学着剪视频 第一次在 所有直播平台里 等我出现 第一次有了想要 变优秀的想法 嗯 这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么多 就是为我做的这一切 然后我更要感谢你这封信 让我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我 会变优秀 因为你这封信 我更想跟你们一起进步了 你们 在我心里都是最优秀的 都是最棒的 不要觉得自己普通 我们一起加油吧 第三封信 呃 我和很多人一样 青春也有不少的遗憾 遗憾当时选了理科 遗憾自己没有努力学习 遗憾没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大学 遗憾选择了一个 根本不擅长的专业 遗憾大学毕业了 也没什么让我记忆深刻的成就 青春虽然有不少遗憾 但更多的还是快乐和充实 到现在我还记得和好朋友 因为一点小事 吵架生气又和好的场景 下课后相约一起 奔去厕所的场景 操场的输赢下 手腕手讨论八卦的场景 被老师照讲台上 白眼时偷偷交流答案的场景 一切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 美好的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我现在看到正处在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们也在向往着将来的生活 我好想告诉他们要珍惜当下 珍惜努力的机会 青春千万千万不要用来挥霍 因为他只有一次 最后我很幸运通过创造营认识 并粉上了张星的小朋友 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歌超好听 更是因为他身上的那些帅真 勇敢少年的特质 他做了很多我喜欢就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 看到他充满自信 就好像看到当年那个扬言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自己 想起猫的报恩中的一句话 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另一个自己 在做着我不敢做的事情 在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过好当下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为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首先谢谢你 给我写了这封信 然后我想说 其实即使 我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 但我还依旧觉得 不管多大 年龄多大 我觉得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都是要 都是要去试着 去尝试 去闯一闯 去试一试 我为什么 选择去到创造营 我当时去创造营的时候 真的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去到这个节目里面 然后再一步一步发生改变 就是 我想说的是 有些事情吧 它会 让你改变很多 所以你 千万不要 不敢尝试 去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你 真的一定要去 尝试 不管 现在 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尝试 然后其他的 我真的 谢谢你 跟我分享了这么多 然后 还有我也很谢谢你 这句话让我 也是 我想再重复一遍的事 所以我现在看到正处在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们也在向往着将来的生活 我好想告诉他们 要珍惜当下 珍惜努力的机会 青春千万不要用来挥霍 因为它只有一次 有些人的青春已经过了 但是你正处于青春 不要拿来挥霍 一定要 考证一个好高中 好大学 因为 这样子你才会 接触到的人会不一样 你们 每天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在挥霍时间 你去做那些事情 为什么不 来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 所以 对 就是 这句话真的让我 我想传播给我所有的粉丝 谢谢你 再读一句话 过好当下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谢谢你